我爸跟我妈是可以生两个孩子的 但是我姐姐必须年满四周岁 我出生的时候 我姐姐只有三岁七个月内 我妈就被送到医院强制引产 给她打了至少两针催产的针 两针都从肚皮穿刺 从我的右耳朵的地方打进去 然后在1981年的三月初一的凌晨 我就生下来了 我就被医生跟护士丢到了 医院走廊尽头的一个垃圾桶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妈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 然后她觉得就是我的哭声 于是她从病房的产床上翻下了床 爬起那几十米顺着墙边 拉饭的垃圾桶 把冰凉的我揣在她的怀里 然后爬回那病房 揣了我一整夜 我的体温才恢复过来 因为出生的太早 才七个月 所以我小时候身体很弱 因为生我 我妈闹下了一身的病毒 以前她的身体是很好的 我们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因为是超生的 所以那一年 我们家所有的公分都被扣完了 没有公分就没有粮食 然后我爷爷 我老爷 就只能找别人去借粮食 那种条件生我 我妈的奶水不足 我在五岁之前 我的右耳朵上面都有一道真虹 没有愈合能看见有一个真虹 五岁之后她再长了一 我妈因为生我 而承受了那么多的苦呢 有必要让大家知道 这几天全中国在全世界的笑话 要生三胎的时候 大家去想一想 她杀了几个亿的人 我从小的时候看过无数个 计划生育运动挖坑埋人 我说的是我见过 你们都见过 现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所有到现场的美国人 是最清醒的美国人 但他们绝对不敢相信 此时此刻 共产党最爱吃的是人肉 就是所谓的胎盘 他们吃胎盘的时候 从不会想象这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 是我们人类的根本和未来 计划生育杀掉了几亿人 和六四杀掉的我们这些英雄们 和所有的香港西藏新疆 以及这些死亡的同胞们 以及在全世界冠状病毒 杀掉了几百万人 和数以千万人被感染 我要再次告诉大家 黑暗绝对还没有到了最黑的时候 它更不是黎明前的黑暗 我们还要在黑暗中走很长很长世界 有几百万人 就是 night long的 我们还要走 这些还好 有几百万人 尽管他有几百万人